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籃球快訊 在本週六的早上,WNBA常規賽將會上演暴風主場迎戰天貓的賽事 暴風近期表現非常出色,近四場贏了三場賽事 球員士氣表現旺盛 面對上將作客狂熱苦吞敗果的天貓,暴風這將值得提高一線 雖然暴風今季整體表現不及天貓,但暴風近來士氣高昂 最近四場比賽取得三勝的佳職,其中主場已取得兩連勝 當中或多或少都因為球隊得分王萊特近期發揮不足 在剛剛暴風作客水星的比賽中,萊特斬獲了32分 四個籃板四次助攻的全面數據 由此可見,暴風近期亮麗的戰績 都與這位當家球星萊特的神勇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隊內的籃板王馬比格同樣功不可抹 本賽季,他長均能夠搶到6.1個籃板成績 同時平均亦有13.9分的平均得分 相信今場暴風在這兩位球星的帶領下,在自己的主場賽 在勝鼓亦非難時 在陣容方面,暴風隊的前鋒威廉斯因為傷 而會無緣出戰今場的比賽 而天貓近況的表現確實真的不容樂觀 他們近四場的比賽已經輸了三場 其中尚仗面對聯盟戰隊的狂熱 球隊竟然以18分敗陣而會 看來近將天貓隊的表現顯然不是聯盟第六應有的水準 隊內的特分王高利亞近期狀態低迷 上將出戰25分鐘,只獲得8分 無疑這是球隊接連敗陣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球隊的核心後衛聯西亞倫在上將比賽中不幸受傷 這樣球隊因此而失去進攻端的指揮官 種種的數據看來,更放不佳的天貓看來 真的要加倍努力來面對暴風這場賽事 我是Wally,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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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